鱼铁 鱼这是不定居 戒鱼上二居之间 是为不定居 那不定居 果报备定 完全是 一阴果报 所以 齐心动念 是一阴 言语是口语 身体的行为 是深夜 深口一三夜 所感 是什么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自信里头没有 完全是 业力变现出来的 确确实实 如佛所说 自作自受 那与别人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受到 什么样的果报 必须 要知道 是自己 过去身中造的业 现在是造的业 这两种业 招干的 果报 这个果报 无论是 弱是苦 全是自作自受 特别是受苦难 绝不可以 冤天忧人 冤天忧人 就错了啊 那是罪上 加热灯 明明这个人 害我 我为什么不怨恨他 为什么不报复他 他为什么不害别人 害我呢 我们把这个道理想清楚啊 我跟他一定记得过去身中 不是过去身中 就是这一生 里面借的怨处 他才怨恨我 他才来障碍我 毁谤我 陷害我 而干这个事情啊 我不能怪他了 所以回头要反省 我不怪他 我不怨恨他 我的业障就消了 如果我受他的影响 我起了怨恨心 这个事情麻烦了 又借来生的怨意 这么一来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而且肯定 欲报越严重 双方都要受苦 这些货币呢 不如 逆行念佛 还把功德回向给他 这个好啊 所以量大复大了 不要跟人 接远处 这是佛教导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科目 绝对不跟人 接远处 一定要知道 三世应苦 心就败平 请不吝点赞